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现在讲第二品里面 就是讲因果愿 就是六因 五果和四愿 就是在《俱舍论》的因果 因愿 果 就是这三个案例方法 跟其他的因明的说法稍微有点不同 所以今天我们还继续讲果的案例吧 昨天前面已经讲了 这个果有五种果 然后果当中 昨天前面知果与胜果之事 知果和胜果之间的差别已经讲了 然后下面有几因生多少果 也就是说有多少因生哪些果 讲这个道理 烦恼心于一属生 欲因 出生者次第 出一属因 边形因 同类因外 欲善因 即使心于心所发 相应应 亦亦相应因外 亦亦亦 相应因 亦亦 这个是这样的 它这里有哪些果 用多少个因 也就是说有多少个因产生那些果 就讲这个道理 我们所有的心法和心以外的这些法 所有的万法 因果里面所舍的法 应该是心法和心法以外的舍法和相应性的法 那么这些从果方面来安理应该有四种 它这里是这样 一个是由烦恼性产生的果 也就是说是烦恼性的果 还有有艺术性的果 然后这个鱼银 鱼银是其他银产生的这种果 鱼银也可以吧 鱼银产生的果 刚才那个艺术性的果和鱼银生的果 还有就是出生者产生的果 它这里有四种所生的果方面 所以希望我们首先俱舍论理解的时候 最好颂词先用字面上理解一下 这个很重要的 我们以前讲《入菩萨行论》的时候 首先是从字面上把颂词的大概意思知道 然后字面上大概意思知道以后 再进行每一个问题阐述或者理解 这个还是很重要 所以首先我们所生的果当中 有烦恼性的果还有艺术性产生的果和鱼银 鱼银指的是刚才那个烦恼性和艺术性以外的 其他因产生的果还有出生者 就是最出生者所得到的果位 总共只有四种果 那么这四种果是哪些因产生的呢 按次第来 它这里的次第 这些四种果实际上是按次第来 次第来是什么样呢 它是按刚才前面的烦恼性和艺术性和 还有这个鱼银生和 然后出生者果按这个次第吧 按这个次第来下面就是说第一个烦恼性 第一个烦恼性的话就是除艺术因以外可以产生的 然后第二个就刚才那个艺术性吧 艺术性的这个果实际上是除了边际因以外的话 都可以产生除了边际因以外可以产生 然后这个鱼银 鱼银是刚才那个烦恼性和艺术性以外的 其他的这个鱼银呢 就是改为这个鱼法可能好一点 就是前面那个鱼银出过 因为它这个鱼的话 虽然前面有个艺术生 但是咱们里面也不是很明显的 可能你们背诵的时候稍微有点改的话 有点困难 但是我们这次呢 就是也可以说是一遍最后的那个定稿吧 就是这样的话可能好一点 就是那么这个鱼法 其他就刚才他这里指鱼法呢 就是指的是刚才那个烦恼性和 还有这个艺术性以外的这个其他法呢 就实际上是这个艺术因和 就是除了这个艺术因和变形以外 就是可以这个其他的这个四种因呢 就是其他的四种因呢 就是可以产生的 然后这个就是最后呢 就是他这里这个生者次第 生者什么这个出生者的果吧 出生者的果呢 就是除了这个艺术因变形因 同类因以外的这个其他的三个因呢 就是可以产生的 所以这个字面上这个解释的时候呢 就是下面这个讲音里面的讲的比较广 就是大家可能这个好懂一点 但是你们那个就理解的时候呢 就是应该这个出 这个出的话呢 就是意思是刚才前面所生的四个果呢 就是按次第来 按次第是什么因来产生的呢 就是第一个是除了这个艺术因以外的 这个其他的五个因可以产生的 然后第二个这个艺术性的果呢 就是除了这个变形因以外的 这个其他的五个因可以产生的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语法吧 就是他其他的这个法 其他的这个法呢 除了这个艺术因和变形因以外 就是其他的四个因可以产生的 然后我们讲的就是 果里面的第四个 也就是说是出生者的果位 出生者的这个果位呢 就是除了这个艺术因 变形因 同类因以外 其他的这个三个因可以产生的 其他的这个三个因可以产生的 所以这个因当中呢 哪些因呢就是产生这四个果 就是这样这样的 那么这以上呢 就是指的是从心和心所方面来安立的 就是心和心所方面来安立的话呢 就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相应以外就是 其实这个相应因的话呢 就是心和心所方面 就是前面全部是以这个相应因 就是相应的这个角度来安立的 然后相应以外的 其他的这个相应以外的话呢 就是指的是四法和 或者是这个不相应心的法 四法和这些不相应心的法呢 也实际上这个欲业尔 欲业尔的话呢 指的是这个除了心和心所以外的 其他的这个无情法和一些非相应法呢 实际上是也同样的 跟前面一样的 就是从果方面的话呢 就是也应该有这个四果 就是果方面的话呢 也应该有烦恼心啊 这个异俗心啊 还有呢就是有这个欲应心啊 还有什么呢 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出生者的这个果位 就是有果方面应该有四种 然后这些果方面的这个四种法呢 实际上是因 就是除了这个前面讲的 这个异俗因和边形因和 还有那个些什么 这个同类因等 就是这三种因的产生方法呢 就跟这个前面一模一样的 这个前面这个颂词里 稍微讲了一下 其他都是用这个意志类对 所以这是从颂词方面 就是这样理解的 就是下面呢 就是我们再讲那个讲义里面吧 就是讲义里面 若问任何一果有几个因产生的呢 不管是什么样的因 有多少个因这个可以产生呢 一般来说 果必定有相应信索与无情法两种 一般的话 只要不管是什么样的果 就是凡是这个果呢 就是或者是这个有相应这个 心和心所的这个而产生的 或者呢就是不相应的这个无情法方面 也就是他这里这个不相应 无情法呢就是他就包括那个 不相应心吧 就是不相应心呢就是也可以这个包括在里面 当然有故众他自己都是认为这个 所谓的不相应心呢不是这两种 但实际上呢就是除了这个心法以外的 就是他这里这个心法相应的这个果呢 就是或者是有这个心相应的这个果 或者就是心不相应的这个果就是有两种 心不相应的果的话呢 就是可能稍微那个范围广一点 因为这个心不相应的果里面呢 就是非相应心也在包括在里面 还有这个无情法也是包括里面 如果说无情法的话呢 就可能这个范围就比较窄一点 就是这样的话呢 他这里就是有时候呢 就是加上那个就是非相应心啊 就是非相应心可能好一点 那么首先呢就是讲那个其中相应的这个果 就是于心和心所相应的这个果呢 就是有四种 就是那四种呢有烦恼心 异俗心 然后这个出生者以外所有这个语音的相应有为法 以及呢就是生者这个无路的第一刹那的四类 就是中共这个有四种吧 就是有四种 一个是这个烦恼心 异俗心 然后呢就是出生者这个以外的 就是有生语的 就是所有的这个生语的这个相应有为法 就是他这里下面讲的时候 刚才那个我们说是这个语法吧 就是语法的话呢 也可以把语法是指的是那个生下来的这些法 意思就是说是这个出生者的这个果位呢 就是包括在第四个里面 就是所以这个生者以外的所有的这个 心和心所相应的这些有为法呢 就是刚才一个是异俗性 一个是这个烦恼性 就是还有呢就是除了这个出生者的这个果位呢 就是刚才就是第四个里面包括的 因此第三个里面呢就是除了就是这三个以外的 其他的所有的相应的有为法呢就是也是一种果 然后呢就是出生者的这个 这个无鲁地刹那就是中国有四类就是 就是它这个果的话呢 有关我们这个心和心所方面的所有的果呢 就是应该是包括在这四个里面就是 就是比如说那个就是烦恼性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它那个就是 就是我们这个产生的这些烦恼性的这个果 还有这个异俗性的这个果 然后呢就是也不是异俗性的 也不是这个烦恼性的 其实我们有些无济法 就是这些也是不是这个异俗性的 就是也有一些这个果 然后这些果呢就是中的来说的话呢 我们这个心相应的话呢 就是中共有这四个果 就是这四个果 那么这四个果呢就是按照它自己的这个损据 按照它的损据就第一个吧 第一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前面的 这个烦恼性就是烦恼性的这个果 烦恼性的果是由什么样这个产生的呢 不善与有负烦恼性相应心所之果是 就是这个不善法 就是刚才那个烦恼性里面呢 就是不善法也是包括在烦恼性 然后呢就是有负的这种烦恼相应心和心所的这些果呢 是除了这个一束因以外无因所生 就是除了这个一束因以外呢 就是五个因都可以产生的 不会有一束因产生 为什么呢 它不可能是烦恼性一束因的果 如果是一束因所产生的果 那必定是无极法了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善和不善因的果 全部是无极法 所以它如果果是烦恼性的话呢 它的因肯定不是一束因 如果是一束因的话呢 它的果不可能是烦恼性 就是它的这个果呢就是一定是这个无极法 就是无极法 所以呢就是它这样的这个烦恼性的果呢 就是除了一束因以外这个 其他的五个因可以产生的 怎么五个因可以产生呢 比如说我们那个产生的一些烦恼性 这个烦恼性的东西的话呢 就是第一个能作因呢就是可以产生 就是通过这个烦恼性方面的话呢 就是它对这个 比如说生起产恨性的话呢 产恨性它有它的同时的这个 它的这个群体当中的就是 这些很多性所就是相应也可以产生的 然后具有因呢就是也可以产生的 这也是这个同时在这个 这个性和性所就是也是这个同时可以产生的 总而言之的话呢就是它那个相应和具有因呢 就是对这个具有因和相应应呢 就是应该是这个同时存在的 一个是种的来说一个是分的来讲的话 也是可以的 然后同类因呢就是也可以产生的 烦恼前面的同类的因后面产生也可以的 变形因的话呢也是可以的 因为变形因本来都是烦恼产生烦恼 这是这样讲的 所以除了异素因以外 其他的这样的烦恼 也就是说这样的烦恼性呢 除了异素因以外 其他的六个因呢 五个因呢就是可以产生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第二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一切异素性的国 一切异素性的这种国 异素生的国 异素生的国均是有变形因以外 然后这个生育的无因可以产生 它不是这个不会是有变形因产生呢 因为它不是这个烦恼性 它肯定不是这个变形因 因为它是异素生嘛 异素生的这个法 它肯定不是这个变形因产生的 为什么呢 变形因如果产生的话呢 它的果也是肯定是烦恼性的 因此呢 就是异素性的这些 无极法的这些果 一般来讲的话 它肯定除了这个变形因以外 就是可以产生的 那么变形因以外 其他的这个无因呢 我们也应该可以知道 比如说这个变形 就是对这个有关这个无极法的这些产生的话呢 那么变形因以外的这个具有因可以产生的 然后这个相因因也可以产生的 然后同类因呢 就是也可以产生的 还有呢就是能作因也可以产生的 这个异素因呢 就是也可以产生的 这样的话呢 就是除了这个变形因以外的 就是其他的这个 五个因呢 就是可以这个产生 就是可以产生 它这里的这个异素生吧 就是异素生的话呢 就是它的这个前面呢 就是这个异素性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在人的这种 异素生 就是异素生的话 就是前面的这个善和恶形成的 像人的这个群体当中的根 这样的话呢 也应该可以产生吧 除了这个变形因 变形因的话呢 它这个根是的话呢 就是它一般如果 因为它是心和心所方面案例的 就是心和心所方面的话呢 就光是这个根啊 就是这些是属于在色法方面就是 就是这样的话 应该这个或者是我们这个 这个今生当中这个前世呢 就是由这个善业造成的 就是即生当中的一些无极法就是 就是那么这些无极法的话呢 实际上是也是可以这个 这个在这个上面的五种因可以产生的 这是第二个 然后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刚才这个除了烦恼性和异素生 以及呢就是殊胜者以外的 其他的这个无极法就是 无极法呢就是指的是 一些威仪啊或者是功巧啊 或者是这个唤性就是在善者 这三者上面就是加上这个 一切善法是除了异素因语 变性因以外 生语的死因可以产生 他的意思呢就是刚才那个 第一个烦恼性就是初开 第二个呢就是刚才那个 所讲的这个异素生之初开 然后就是第三个呢就是 下面第四个里面所讲的这个 这个出生者的果位就是出开 那么其他的一些有关这个无极法的 善法方面的这些呢就是因为这个烦恼性呢 就不善法方面是没有的 烦恼性里面全部已经包括了 这样的话是我们这个无极法里面的 就是有些是功巧性就是 就是现在一般的这个 比如说这个就是施工啊 木工啊 就是他们的这个功巧的这些行为的话呢 就是也是是也不是这个善也不是这个恶 但这里面也是也有一些可能就是造这个 就是斩烧的这个造这个善业的这种性 但这些都是初开就是它是属于这个善性方面的 一般这个无极状态当中的一些功巧的性 还有呢就是幻化的性就是它那个就是 这个幻化的性呢就是下面还在讲就是 一般我们这个无极法当中这个 这个威仪和功巧和还有那个幻性就是 就是这三个呢就比较这个特殊的就是就是 那么这三种性上面加上就是除了就是前面就是 就是出生者的这个无露法的这个善法以外的 就是其他的这些善法吧 那么这些的善法呢就是应该是这个 这个异素因和变性以外的其他色因是产生的 不会由异素因和变性产生的 为什么呢就是原因是 任何善性都不是有异素因 异素生 异素这个生的话呢就是它那个前面是这个 这个善和恶而产生的话呢 按照这个有不重的观点的话呢就是 就是不可能这个今生当中呢就是 它的这个过呢就是第一刹那间这个生的这个善性 第二刹那间这个生的这个产生呢 就是这不叫这个异素因 就是这不叫这个异素因就是 所以呢就是我前世这个造了什么样的业 就是以这个业果形成的话呢 所以这个所有的这种善性的话呢 当然我们有时候都是可以想 前世当中呢就是我造了这个善业 就是即生当中也我产生一种这个善性 就是但这个呢就是不是那个异素因 就是这个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童牛 就是也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这个灯牛 灯牛过吧 就是灯牛这个过就是这样这个产生的 这不是这个异素过 所以这个异素所产生的这些过的话呢 它的本体一定是这个无极法 就是不会有这个善性的就是 善性呢就是它不会有的 因为它异素过的话呢就是我们昨前天也讲了 就是它那个异素生的这些过呢 就是它的本体呢就是一定是这个无极法 就是无极法就是这个是已经前面就是说定了 就这样的话呢就是任何一个这个善性呢 就是都不是这个异素生的也不是这个烦恼性的 就是烦恼性的因此呢就刚才这个 除了这以外的这个愈法就是 就是愈法的这个过呢就是除了这个 这个异素因和变性因以外就是 就是其他呢就是相应因啊这个具有因啊 就是这些都可以这个产生的 比如说它那个幻化的这个性的话呢 就是它也可以有这个相应因和具有因和 还有那个能作因啊还有呢就是这个 这个变性因这个不能这个生的就是 就是所以这个其他的这个四个因吧 就是四个因呢就是可以这个产生的 就可以产生的但想来过后就是 如果具体就是怎么样这个产生呢 你们这个也翻一翻那个知识 就是知识当中就是也有可能这个相信的这个 它的这个产生方法就是有时候呢 我们这个自己就可以这样这个想的话呢 就是也知道是就是哪些是有这个四个因这个产生的 哪些是有三个因产生的 哪些是这个有这个五个因这个产生的 就是这个呢我们这个接下来过后 自己都是可以这个慢慢的这个思维的话就会懂的 然后第四个就是就是这个出生者国位 就是出生者国位是指的是那个苦敌法治就是苦敌这个法治人的 就是也就是说是苦敌法治人的时候呢 就真正获得了那个出生者的这个国位 那么这个呢就是实际上是五路的第一差来 就是原来是那个嘉行道的这个世间有路的这种智慧 那么就是获得了这个法治人的时候呢 法治的时候呢就是也就是说那个就是 他呢就是这个世间的就是五路第一差来就是五路第一差来 就是五路第一差来 五路第一差来他的一切心与信所是 那么这个五路第一差来的其心和信所呢 除了这个异素因 边形因 同类因以外的 那么神与的善因这个所产生的就是 除了这三个因这三个因呢就是不能产生的 除了这三个因以外这个其他的这个三个因呢就可以产生的 异素因与边形因不会产生 为什么呢 因为出生者就是善法之果 就是如果这个异素因的话呢 就是他的本体都已经成了那个了 就是这个五极法了 还有这个边形因产生的话呢 就是变成这个烦恼法了 就是所以说因为这个出生者的这个果呢 就是善法就是因此不会产生的 然后同类因是不能产生的 因为生法位一下是有路法 就是前无这个同类就是 他那个世间就是第一生法位吧 就是世间这个加行道的最后呢 就是叫做我们这个乱定人 然后这个生法位就是 这个生法位的时候呢就是它是这个世间法 最后呢就是获得见到的时候呢 就是已经变成了这个五路法了就是 以前是它是那个有路法 现在这个变成五路法的话呢没有这个同类 所以就是除了这三个因以外 其他的这个三个因吧 就是具有因和相应因 这些呢都可以产生的 这是由心和心所而言的 这以上的话呢就是在所生的四种果 然后就是能生的六种因就是分析 能生的六个因当中呢 就是用哪些个因产生第一个果 哪些因来产生第二个果 是哪些因产生第三个果 它就这样从果方面来分四个 然后从因方面来讲是有六个 就是用六个因来产生哪些果 就是这样按理的 然后下面就是讲那个 刚才不是开头的时候是 本来这个果的话呢 就是有相应性和心所和非相应性和心所 就是有两种产生的就是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 非心产生的一切色法与不相应性是 无情法就是 他这里认为 本来这个无情法按照有不重的观点的话 当然这个无情法就是 他这个一切法分为心法和无情法 还有非相应性法 他可以这样分的 比如说我们德顺啊 什么前面的同类啊 就是这些呢 是不是无情法的话呢 就是他们都认为 虽然是它是一个有为法 但是无情法也说不上 就是它还是于这个 这个无情法里面也是并不是包括的 就是它这个心和心所的这个氛围吧 就是它这个心和心所的阶段就是 阶段就是叫这个非相应性法 所以它就是 这个一般这个我们有不重以上吧 就是有不重 经不重以上的话呢 就是一切有为法呢 应该分为这个心法和非心法里面就是包括的 心法和非心法里面应该是包括的 那么这个 但是有不重呢就是认为是这个 这个还有这个三种法吧 就是这个相应性和非相应性和 然后无情法 它这里对非相应所三生的一切色法和不相应性是无情法 因此不包括相应因以外其他的一切因 也是同样可以分为四内而推置 它意思就是说 我们刚才这个相应性所生的果有四种 然后能生的因有六种 所生的这些每一个果有多少个因产生 就是我们这样分析的 同样的道理就是除了相应以外的其他的无情法 也就是说值得非相应性和一些色法 非相应性和这些色法 这些实际上所生的果有四种 然后能生的因也有六种 以这样的方式可以以此类推 它这里不包括同类因的色法 按理为五路界的第一次 也就是说是刚才圣者第一法 圣者第一法实际上是不能包括同类因 它这里色法里面也是同样的道理 不能包括同类因所所产生的色法 就是五路界的第一刹那 这个是为什么这样讲呢 大家都知道他们圣者果位获得的话 五路界的第一刹那应该也是获得监道的时候得到的 那么这个结语他们有部众认为这是一种色法 无表色他们认为这样的无表色 那么这样第一刹那的无表色实际上是什么呢 就是色法而产生的 但是它这个五路的第一刹那没有同类因 因此它不包括同类因 同类因里面包括的就是色法当中 按理的五路界的第一刹那 第一刹那因为它前面是有路的界 然后获得圣者果位的时候 第一刹那的五路界里它没有同类因 它以前是有路的色法 现在变成五路的色法 所以说这个跟刚才那个圣者 第四个过河一样的 然而烦恼心是有恶界五表色 这个色法里面的烦恼心吧 色法里面的烦恼心是什么呢 就是一般来说我们除了为世众以外 一般来说可能其他都不一定这样承认 但是有部众他认为是有个烦恼心的色法 烦恼心的色法是什么呢 就是人们相续当中的恶界 我们前面讲的一样 我要一辈子杀生 这样的话 那么他的相续当中得到了一种恶界 这样也是实际上是五表色 所以这样的烦恼心 实际上刚才说烦恼心除了异熟过以外 无因可以产生的 那么这里色法当中也是一样的 他这样的烦恼心的恶界 实际上除了异熟过异熟以外 其他的无因可以产生你烦恼的恶界 刚才跟前面可以一一的对应 然后异熟生是跟 然后第二个 刚才第二个有一个叫做异熟生 就是锅里面有一个异熟生 那么这里的这种异熟生 指的是跟群体当中具有的色法 这个大家都知道 比如说我们这个烟恼 烟恼群体当中所有的色法 它实际上是异熟生的 如果是散去众生的跟群体当中的色法 是以前的造善而形成的 这个我们前面也讲的 这个我们前面也讲的 二趣当中的跟群体当中的这些色法 就是造而形成的 所以只要这些色法 这些色法的话 刚才前面说是异熟生 实际上除了变形以外 其他的五个因可以产生的 因此它这里也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众生的严根 严根的色法 原来说是像异熟化 就这样的根 它只是一种色法 那么这个色法除了变形因 变形因烦恼产生烦恼的 这个不能产生的 除了这个以外 其他无垠都可以产生 因此跟前面的对法 前面一幕一样的 没有什么差别的 愚者指的是刚才第三个 第三个指的是外面的这些色法 还有德顺等等 德顺的话 他们也是认为是非相应性 非相应性 虽然不是真正的色法 那么这些呢 意思就是说是它下面讲 路透文波的后面的几个文字当中 所产生的五清法方面的四个果已经有了 只不过顺序有点不同 原来那个顺序就是先烦恼性 然后义俗性 然后语法 然后说的出生者果位 这是从我们心和新所的相续方面来讲 所产生的果这有四个 然后它这里下面就是 从色法上面安立的时候 首先是出生者果位 然后就是烦恼性和异俗性和欲法 这个都是他们应该比较相同吧 其他的三个都是相同的 那么意思就是说 除了性和新所以外的 这些无清法和非相应法的四种果位 也跟前面一幕一样的 有些是由四因而参生的 有些是三因而参生的 可能最少就是三因吧 有些是无因而参生的 六因而参生的好像是没有的 六个因全部都可以参生的法 这些都是没有的 前面讲 心相应法和心不相应法的四种果 心相应法和心不相应法的这四种果 有多少个因参生的 所以这个问题下面已经宣说完毕 下面讲 所以刚前面我们有一个像六因 也就是说六因无果吧 六因无果基本上就给大家已经介绍了 所以希望首先大家都应该懂得什么是六因 那么六个因每一个因 我们首先必须要把明示解释要搞懂 我们别解脱戒考试的时候也是想大家 对别解脱戒到底认识得怎么样 很多名词也让大家解释一下 这时候很容易看得出来 我们平时看没有书 平时好好听了没有 但有些可能好好也听了好好也看了 但有些是因为现在已经年龄不行了 可能记不住 有些可能是前世的烦恼比较严重 然后记得时候也是一直是亡脸纷飞 所以被智慧分别脸的导致突破了 所以得不到也有这种现象 但有些虽然智慧方面也可以 但恰好没有这个看书 没有看书的话 这些原来我们扎盖山法里面也是有 修行入门当中也是有 我们以前没有穿梭过的一种东西 就是要穿梭 所以以前我们相续当中有的这些 贪嗔痴的诗你不用去学 终生自然会动的 但是以前对这些圣法方面 穿梭的比较少 所以以前没有穿梭过的一个东西 现在要重新与它相应的话 还是有点困难的 因此各位在这样的闻思过程当中 还是要下一点功夫 你如果没有下功夫的话 学世间的一个木匠的话 恐怕特别难夺的人 就是做一个箱子的这种木匠 他的技术也是恐怕并不是很容易学会的 你整天都是睡懒觉的话 那么木匠老师还学得再好 也是可能土耳学不好的 因此我想一贯佛法方面 跟这个不相同的 还是要大家下功夫 下功夫的话 有些人说是没有时间 有些人说是没有这个 但除了生病以外 我想说我们在座的人还是有一些事件 很多发心的人也是 我天天都是发心特别特别累 但是发心也是 我们知道在这里面 就是发多少个小时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 虽然我们这个人 自己还做一些行为上的事情 也有一些耽误时间 但是你自己真正比较精进的话 每天都是 虽然有些背诵的时间没有的话 也可以理解 但一般来说 看书的时间没有的话 我不太相信 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 早上一般上午都是也可以看书 有很多事情 上面我们先讲愿吧 先讲四种愿 这个愿有四种愿 前面愿和过已经讲完了 所以像这样的因果分析 我们不管是中观学英明 还是必不可少的 现在第十个愿分四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略所愿 各愿之间的法相 首先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今中所愿有四种其中因缘为无因 一切心于心所法除最后刹那等无间 所愿愿为一切法能作因成真上愿 真上愿就是我们俱世论当中讲四愿 一般来说随力进步一上随力进步一上随力进步 随力进步和随叫进步的话 随叫进步呢 随叫进步呢 以前格鲁派讲一下 把他的佛教史当中这样讲的 随力进步和随叫进步跟进步中 随力进步的话他的观点是根据法诚论师 和诚劳论师的观点去解释的 所以还是有差别的 随叫进步的见解就是按照俱世论的观点来解释的 所以刚才说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因缘吧 寺院方面一般来说俱世论当中承认寺院 然后那个就是因缘当中的话 寺院里面有些他并不是成人的 然后因缘里面的因和缘之间的差别 因缘和一些大乘的论典当中都是这样认为的 这个因对产生这个果有直接的 对它的本体直接作用的话 这个叫做是因 然后对它的果的差别产生作用 也可以说是对它的果的一些差别 产生一种帮助的话 这个叫做缘 一个是直接对它的本体有利益的 一个就是直接对它的差别有理由的 比如说有些甘蔗树 甘蔗树的话 甘蔗树的真正前面的种子 产生它自己甘蔗树的话 那么这个叫做是因产生这个果 那么前面的种子叫做是因 然后我们在种的过程当中 对它滴水活风 灌开水 用这些来涂一些养料等等 肺料 这样以后逐渐逐渐产生的话 实际上是依靠一些帮助其他的外缘 来对它起作用 这个叫做是缘 所以这个因名里面 这个因和缘之间的差别是应该是这样的 对它的本体 对食物的本体起帮助的话 这个叫做是因 比如说我们人的心 心的话前面的心 产生后面的心一直这样不断的话 那么前面的心叫做是因 然后我们的心住在身体当中的时候 其实这个身体我们的心还是对它一种帮助 我们那天讲前世后生的时候 前世精神论的时候 有时候人的身体不好的时候 对心也是产生有不同程度的一些厉害 发生一些厉害 这是什么呢 并不是心从身体里面产生的原因 而是心是依靠身体 依靠身体的时候 它依靠一些缘来外缘受到一些损害的时候 你这个心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意思就是说它的缘受到外害 并不是因受到外害 因此因和缘在因名当中来讲 直接对它后面产生的这个法叫做是因 然后中间对它帮助的这些缘叫做是缘 因名里面是这样的 但是居舍论里面的缘跟因合在一起的 所以说那么很多论师问 按照居舍论就是由不宗的观点 因和缘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呢 因和缘之间的有什么差别呢 那么这个由不宗他自从是这样认为的 他们说这不过是众生的根基不同 实际上因也就是缘 缘也就是因 但是为什么是拿这样将流因四缘 流因四缘为什么呢 这是众生的根基不同 实际上是流因里面四缘都已经包括了 然后四缘当中是流因也已经包括了 但是为什么是叫流因四缘呢 原因就是众生的根基不同 有些众生依靠六种因而宣说复发的话 他可以调伏 有些众生依靠四种缘而宣说复发的话 他可以调伏 因此按照由不宗的观点的话 他们怎么回答呢 因和缘实际上是对物体的本质 产生作用方面没有什么差别 因和缘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为什么是叫因和缘呢 这就是他们还举出这个例子吧 比如说五云十八戒十二处的话 实际上是五云当中所产生的十八戒当中也出现过 但是众生的根基不同宣说了五云十八戒 同样的道理就是他这里也是众生的根基不同 因此讲了六云四愿 所以这是有不宗的说法 有不宗这样回答的 下面我们四愿给大家讲一下 所以四愿之间的差别 大家还是应该记清楚 有不宗是这样认为的 然后进步一生这样认为的 这个大家应该清楚 下面讲 已经宣说了四种缘 四种缘 其中有个叫做 它这里四种缘一个叫银缘 然后等无间缘 所缘缘 增上缘 这四缘是这样的 其中银缘就是为五云 什么叫银缘呢 银缘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五种因当中 除了能作银以外的其他的五个银 就是叫做银缘 你看这样的话 居士论当中是把银和缘 就是完全混在一起 如果你没有通到这个道理的话 这个银和缘之间不好分析的 不像像银明和中观里面 就是分的银和缘 中观和银明里面分的缘 它还是比较清楚的 然后密法当中分的因缘也有一些差别 但这里我们不讲有关密法方面的因缘吧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差别 无光正在也是讲因缘的时候 经常引用这些居士论的教证来讲 第一个因缘指的是五种因 除了能作因以外的 一切心和心所除了最后刹那的 心和心所当中除了圣者出过的 我们世间最后刹那的也就是说 刚才讲的法治吧 法治境界的这种以外 所有的人当中 一切心和心所除了最后刹那以外 就是等无间缘 等无间缘它是一般来说 这里无情法方面他们都没有案例 就是在心和心所方面案例的 比如说本来我们柱子产生第二个刹那的柱子 这个也是一种看起来等无间缘 等无间缘的话 中间没有什么其他的割影 然后中间马上要产生下一个法 这个叫做等无间缘 但是它这里心和心所的 除了最后刹那以外的这些法 心和心所方面的这些法 叫做等无间缘 然后所缘缘它这里认为一切法 一切法实际上全部是心的对境 这叫做所缘缘 然后能作因 我们前面讲的有一个能作因 凡是对它不起什么障碍的 这个叫做能作因 能作因就是叫增上缘 佛经当中说缘有四种 是那四种即是因缘 等无间缘 所缘缘和增上缘 这是略说 希望大家这些因的名称 什么叫做这些呢 应该明白啊 既然说因缘 那么什么是因缘呢 所谓的因缘是指的除去能作因以外的无因 任何一种 无因当中的任何一种 比如说我们前面的异素因 同类因 这些是不是因缘呢 有众认为这也叫做缘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你们的因和缘 已经完全都是活在一起呢 那因和缘都是不好分开啊 他们说如果真正去分析的话 不好分开 不好分开的话 那这个因就是成了缘 缘就是成了缘 有这个过失吗 没有这个过失 那这个无因当中的话 你看十八戒和无因 十二这些全部都汇在一起 但是没有这个过失 一样的 佛经当中有各种的说法 所以没有这个过失 他们的回答是这样的 原因是因他们自过产生 起到帮助的作用 他这里的原因就是他们自己产生过 起到一个帮助的作用 反正我们不管他的本体或者是差别 只要是对他有一点帮助的 就是全部是这个缘 就是这样认为 事相 据理所谓的话 实际上一切法 一切法都是他这里 因缘里面可以包括的 一切法 一切有为法 这里面心和心所全部 相应性 非相应性 全部都已经包括了 然后第二个缘就是等无见缘 一切心与心所是等无见缘 实不相应性与色法都不是等无见缘 他这里说是非相应性 这是有部宗这样认为的 一般非相应性和这些色法都不是等无见缘 为什么呢 就是他们因果不同的是错乱存在之果 因为他们一般非相应性和那些的话 他这个因果都就是等无见缘的话 马上也产生他的果 但是这个色法的话 以前我们《大缘缘前行》里面讲的 什么有一个阿修噶 阿修噶的种子是很小很小的 但是它的果相当大的 所以它那个果和因根本就是不相等的 因此等无见缘的概念是没有的 然后一些比如说色法方面 还是不相应心里面的一些 也是以它的果和因来不相应的 因此他们认为是这种错乱存在的缘故 比如说欲戒的色法当下产生欲戒 还有色法一个未灭第二个又可以产生 色法方面一个色法还没有灭的时候可以产生 第二个法也可以产生的 然后还有多因产生少果 色法当中是有这种现象的 然后少因产生大果等等 所以不相应 而他们只不过是过去现在的产生 而不是未来的产生 因为未来无有次序 这是他们一直这样认为的 那么所有的心与心所都是等无见缘吗 不包括阿罗汉的最后心和心所 因为等无见缘的话 他必须要有他的相续 因他们无有其他后面的想念 其他后面阿罗汉原来是有露法 有露法一直产生有露法的话 最后获得无露法的时候他没有等无见缘 他不可能产生与他相同的心和心所 什么叫做等无见缘呢 由于平等 故为等 他比如说前面有露心的话 后面有露心也是相等的 所以叫做等 同类违背他法阻碍 所以叫做无见 他同类的相续的话 没有其他法给他造违缘 就是中间割断 没有这样的 又因为是外缘 因为这个也实际上是一切法的一种外缘 因此叫做是缘 等无见缘 他这样 特殊情况下也会被他发割断的 也也是有 比如说 灭尽顶心欲 出顶心之间虽然被他发中断 但入顶心也是出顶心的等无见缘 这是有不宗的说法 灭尽顶的时候虽然中间不是心已经没有了嘛 比如说今天入于灭尽顶 然后再过一百年以后开始出顶的话 中间用其他的法刀虽然都已经断了 不是有一个非相应性已经断了嘛 这个灭尽本来他们认为是 灭尽顶就是一种非相应性 非相应性虽然中间都已经断了 但是最后产生的时候还是等无见影 这是特殊情况 所以他们这也是有不宗认为的 不然我们如果大乘说 那这个灭尽顶它无见影 无见影就是马上要产生后面的嘛 马上要产生后面的话 今天你入灭尽顶 在过级别年以后出顶的时候 那个心是从哪里来的呢 意思是他们认为也是原来的心产生的 那么中间是不是已经变成无情法 变成没有心呢 我们这个法以前也讲过 按照有不宗的话中间根本没有心 根本没有心的话 那还是有很大的过失 中间都已经成了无情法 或者众生的相续已经断了 有这种过失 因此应该是按照我们以前所讲的一样 灭尽顶的时候还是有细微的心存在 这样的话它细微的心一直是不间断的 一直这样存在的话 灯无间缘也是说得上 这个没有什么过失 不然的话这个是根本说不清楚的 这是讲灯无间缘 灯无间缘大家应该清楚 然后下面讲所缘缘 所缘缘只是一切法 因为一切法均可以做缘自性的对境 他这里所缘缘一切法可以做自性的对境 他这里面包括无微法 虚空这些 因为有部宗这样认为的 他这个因里面也包括无微法 缘里面也包括无微法 但是果里面不包括无微法 这个他们的一种特点 我们前面也讲了能作因里面已经包括无微法 但是真身过里面它就不包括无微法 原因是什么呢 他们说是因和缘当中虽然有无微法 但是过的时候没有无微法 这是他们宗派的一种说法 这个也大家应该清楚 他这里说所缘缘一切法 指的一切有为无微法 全部是自己心的对境 应该是可以的 然后所谓的能作因也是指的是增上因 就是称为增上因 因为不障碍一切法产生的果有很多 他只要不障碍一切法产生 但这样的话 那么是不是增上缘和所缘缘不是一起了吗 实际上刚才所缘缘一切有微无微法也是一切法 然后刚才增上缘的话他也是不障碍他产生的法 全部叫做增上缘的话 那是不是增上缘和所缘缘都没有什么差别了 是不是有这种过失呢 这个你们看一下 记得好像世青论师在他的知识里面 知识里面有差别的 他一个有同时和非同时的差别 一个就是他有缘无缘的差别 比如说增上缘的话 他应该可以同时产生的 增上缘的话其他的有微无微法可以同时产生 但是所缘缘的话非同时 不能同时产生 所缘缘不能同时产生 然后还有有缘无缘 像增上缘的话应该是有缘无缘都可以 缘这个法 缘这个法就可以 无缘法也可以产生 然后所缘缘只能是所缘可以产生的 但是无缘法不能产生的 所以我们表面上看到 好像增上缘和所缘缘都没有什么差别 凡是一切法 它的范围非常广 就像我们这个音里面讲的能作音 和锅里面讲的增上锅一样 它的范围太广了 实际上他们两个是不是变成没有什么差别 有没有这种过失呢 增上缘和所缘缘既然是一切法 会不会有这种过失呢 没有这种过失 这个你们还是要看看姿势里面 姿势里面应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过 今天讲到这里 有很多产生的东西 小山就还有一些 没有柔和所缘统 我一切法定是非凡是在那里 我们是否贴得到那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